各位朋友大陸冷气团持续影响 低温加水气配合 和欢山今天凌晨 终于降下入冬以来第一场瑞雪 您可以看到就是台14甲县 29公里以上到32公里松雪楼路段 成了一片银色世界 让苦手下雪的游客终于如愿与长 开心宣告终于可以玩雪了 而公路总局普里公务段也公告 台14甲县武林道和欢山游客中心路段 路面结冰 现加快雪链车辆通行以此安全 而警方也将武林停车场的铁门拉上 进行管制 除了和欢山之外 玉山今天清晨也飘下入冬以来的出雪 积雪约0.9公分